美帝奇事千万见,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爱假装懂了的镇静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今日粉醉吸金 闻风而动,传说CDC要修改指南以后 N95口罩价格大涨 此前有报道说 CDC正在考虑调整口罩指南 建议人们尽可能的佩戴N95口罩 消息出,亚马逊上N95以及KN95口罩的价格立即飞涨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亚马逊上某一卖家一包40支装的KN95口罩 现在的标价是79.99美元 而在11月底,同一商品的价格仅为16.99美元 另外一个卖家50支装的N95口罩 现在的价格是57.15美元 而10月初的时候 这个同一商品竟卖23.19美元 随着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大肆流行 很多人开始抛弃他们的布置口罩或者医用口罩 转为同货保护性更高的N95口罩 其中呢,儿童大小的口罩需求尤其很大 因为很多学校坚持要求到校上课 拉森呢,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名零售店员 他最近花了72美元买了20支KN95口罩 他说,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需要这种保护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零售业者 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突然的涨价 甚至直指这是敲竹杠的行为 麻州的沃尔纳回忆道 在疫情前,我住在加州的时候 5块钱就能买100个N95口罩 但是疫情来袭以后 他就到处断货了 现在虽然可以买到 但是要花大的价钱 但是呢,这总比进医院要好 或者要比传染给别人要好 我不在乎花点钱来买N95口罩 因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和别人 另一方面 即便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主任瓦伦斯基 在周三表示 他的机构不会改变口罩指南 顿促美国人戴上防护力更高的N95 或者KN95口罩 他认为 尽管这些口罩防护力更佳 但是舒适性不足 很可能会让人难以坚持长期佩戴 第二条 今日粉最难你 好心没好报 纽约好心人给流浪汉送外套 反而被打劫 一段令人震惊的监控视频显示 周三早上 一位好心人在纽约市中心 将自己的外套盖在一名流浪汉的身上 结果呢 反而遭到殴打并且被抢劫 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 当天上午8点40分左右 59岁的受害者普尚 试图帮助25岁的伊斯雷尔 当时伊斯雷尔呢 正躺在第五大道476号前的人行道上 好像睡得很熟 普尚说 他看起来非常的冷 他正躺在人行道上睡觉 所以呢 我就把外套盖在了他的身上 一名纽约市警察局高级官员 向媒体提供的视频显示 就在普尚用外套 轻轻盖在伊斯雷尔身上不久以后 伊斯雷尔突然坐起 把他推倒在地 然后呢 从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抢走了钱包 普尚试图夺回钱包 但是没有成功 反而遭到伊斯雷尔反复推散和击打 并且把他摔倒在人行道上 当时 一名驾车路过的司机吴丰亮 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 跑过来进行干预 他说 他们打斗了一两分钟 然后罪犯抢走了他的钱就跑了 吴丰亮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警方在一个街区外逮捕了伊斯雷尔 并从他那里拿到了将近1500美元 伊斯雷尔受到多项指控 包括袭击 抢劫和重大盗窃罪 根据警方的说法 周三的袭击是在不到一周内 伊斯雷尔第二次攻击一位好心人 上周六 在上东区东八十一街的一栋建筑外 伊斯雷尔被控 欧打一名想要提供帮助的49岁女性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名女子摔倒在地 走步受伤 伊斯雷尔被逮捕 并且被控攻击 但是呢 在被开出法庭出庭通知后获释 伊斯雷尔还曾经在1月2号的时候陷入麻烦 警方说 他在中央公园无故袭击了一男一女 据称 当这两位18岁的年轻人 在草地上的一块石头坐下时 遭到了无故的袭击 伊斯雷尔也因为中央公园事件被捕 并被控袭击 但是很快也获释了 第三条 今日份最统计 通胀率飙升 受打击最严重的人群住在这几个州 大美地通货膨胀率正在飙升 但是呢 你受到的打击有多严重 可能取决于你住在哪里 以及你赚了多少钱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州 位于西部的山区 他们是亚里桑那州 赫罗拉多州 爱达河州 蒙大拿州 内华达州 新墨西哥州 犹他州和怀俄明州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高收入家庭更多的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的飙升 这跟疫情早期情况是相反的 因为那时候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打击更大 在山区各州 8.6%的年通货膨胀率 要比新泽西州 纽约州和宾州 高出将近三个百分点 那里的价格涨幅是全国最温和的 与此同时 新英格兰地区的通胀率是6.2% 是次低的地区 在大都市区中 亚特兰大和凤凰城的价格上涨最快 虽然数据仅对应价格变化的演变 但是这一差距确实凸显了美国各地的巨大差异 以及美联储在控制通胀方面面临的困难 第四条 今日粉最瓦物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 对元首制裁等同于断绝关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时候表示 目前还没有计划回应 美国声称要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俄方希望 美方只是试图通过激烈的言辞 对俄罗斯施加影响 而最终理智可以占到上风 佩克斯福表示 北溪二号是一个商业项目 将其跟欧洲的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是荒谬的 美方对北溪二号相关方面的制裁 只能证明 这背后企图实施不公平的经济竞争 俄方已经对此表达了自身的关切退无可退 美国如果对国家元首 或者对俄罗斯首脑实施制裁 这将是超出界限的行为 相当于断绝关系 作为回应 俄罗斯时刻准备着 为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做出最佳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的美帝奇闻榜所有内容 刀刀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帝奇闻榜 等你来哦 哦 顶辉 notes